我們最近因為我做新聞常看新聞 最近大家常在聊這個被漂青年有夠多 但是大家知道誰漂了最久嗎 現場有一位也是這個漂來漂去的青年 就是我們的李總會長 會長聽說今年1月到10月已經橫跨了12個國家 已經漂了83,720公里 這個長度算起來差不多繞了我們地球兩圈了 真的非常勤奮非常怕病 那麼要恭喜李總會長 聽說這個在我們青商會這邊的18年來的願望 一一達成 包括第一個要辦全國一年一次的這個活動年會嘛 對不對 做到了 那麼第二個是要當選我們這個青年這個商會 總會長的這個這樣的一個身份 在也當選了現在是我們的李炳坤 李總會長就在我們現場 那麼第三個呢 他要說把我們這個全國性這麼有意義的 十大傑出青年的活動要帶回彰化來 就在今天要從在地來啟發我們的彰化青年 那麼恭喜我們李總會長這三個心願 通通達到了 熱烈掌聲是不是我們一開始就請總會長上台 為大家說幾句話 有請李總會長 首先問候我們尊敬的我們蘇嘉全蘇院長 我們洪宗宇宏委員林立産委員 那我秉坤的前輩我們台中公車會的蔡志雲總辦次 我們張華縣政府的代表我們黃處長 社會處黃處長 我們原理事的市長我們張錦坤張市長 那秉坤的輔導總會長 那十位十節當選人及家眷在座各位青商好夥伴 各位在座的貴賓大家午安大家好 謝謝 那剛才主持人有提就是有在秉坤在青商會 我都知道我在青商會已經18年 一望一一實現 那當然把十節帶回彰化 這是一個相當大的一個心願 那十節我們每年都會參加這個十節的表揚典禮 那都會感覺相當感動 那認為我們自己年輕人所做的事情都不夠多 那看完這個十節的表揚之後 那在這兩天前也拜訪了我們蔡英文總統 跟我們賴清德院長 那十節的夥伴在這個蔡總統的訪問的期間都有提到 他們有共同的特點 就是他們熱愛有充滿那個熱情的一個力量 跟熱愛自己的工作 那我希望可以把這份的精神跟態度 帶回我們彰化縣來 來鼓勵我們彰化縣的年輕人 來感染我們全國的各位年輕夥伴 一起來熱愛這個我們熱愛台灣投入這個社區 那也期盼這個十節是一個殊榮 也是一個肯定 那也期盼我們十位當選人 能夠秉持這個初衷 繼續來投入自己的工作 來感染更多的年輕人 那這邊也要感謝我們蘇嘉全院長 特別感謝 大家把這個最艱巨的任務 從兩百多位精英中跳出這十位 這相當的艱辛 這邊也感謝我們蘇嘉全院長 來擔任這個評審的工作 那這邊也要感謝我們彰化縣政 吳衛銘骨衛縣長 這麼大力的支持我們青年朋友 把這個十節的表揚典禮可以辦得相當的盛大 跟一個光榮 讓更多人了解我們青年楷模的一個精神跟態度 這邊感謝我們威名鼓衛縣長 那最後當然也要感謝在座 就是一直穿著西裝打著領帶的青山會夥伴 這是最年輕的 各位青年青山會夥伴站起來 拜託大家 我們青山會夥伴鼓勵一下 他們是最辛苦的 整天都穿著西裝打著領帶來辦這個 感謝你們 那最後也是再次感謝我們蘇嘉全院長的出席跟支持 那也祝福我們在座的十位當選人 跟在座的各位貴賓 都能夠行享私程 家庭幸福美滿 感謝各位 謝謝 謝謝李總會長的勉勵 那麼今年特別提起大家要以振放永續亮點 看見青年的實力為目標